三个母港城市 天津 上海 香港和深圳 这三个母港城市的在过去多年以来 主要的客源市场是临近的客源市场 比方说华北主要的客源市场是北京 天津 归主 上海的母港市场的客源市场主要是江浙湖 然后华南和香港的市场 它的主要客源是珠江三角洲和香港 那么在过去三年以来 皇家加勒比开始注重继续开发就近的客源市场 同时也在开发内地二三线城市的客源市场 那么这个就是会有很多的 你讲的Fly Cruise和Rail in a Cell 就是铁路加游轮 那么我们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市场 因为中国的航空 铁道 交通基础设施都非常发达 所以就是说这个确确实实是我们这几年 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突起的一个客源市场 那么这个市场就是说 虽然跟那个这个临近的这个本地的这个客源市场 相比来说它还是占一个比较小的比例 但是已经开始占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比例 可能在百分之二三十这样一个比例 那么我们发现这个这个势头呢也在往上走 也在往上走 所以这个这个就是说实际上是中国一个市场的一个潜力所在 它不光是沿海城市 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 因为我们的中产经济它的部署是它的分布 它不光是在一线城市 在二三线城市 所以我们确实实在在努力的在开发这样的市场 你比方说在冬季的时候 我们的邮轮某港主要是从上海出发 在天津我们是没有邮轮的 但是我发现就是从华北很多包括内地很多的这个市场 通过飞机和那个高高铁来到上海做邮轮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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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相当火爆 在邮轮加上花蜜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皇家家里的销售政策做的挑战 在邮轮什么 就是邮轮加上铁 没有 这是这是就是说 邮轮的这个业的这个营销 它的任务就是创造需求 那创造需求的话 就是说这个需求多不是坏事情 需求越多越强 你的价格可以卖得更好 对吧 那么然后邮轮公司呢就有更多的这个这个投资 可以来投资到这个产品 这会造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反而需求很弱的情况下面 那邮轮公司就是说 它在这个市场生存就会有困难 它在投资方面也会下降 这不是一个良性循环 所以需求是越望越好 那过去八年 为什么中国游轮市场做得那么好 就是需求被我们创造起来了 那么要创造这个持续的需求 那个最初当然是从旧近的客源市场 本地的客源市场做起 那逐渐逐渐开始要渗透到二三线城市 这个是是并不是我们的销售政策有政变 或者策略的范围 这是我们发展的一个阶段性 但是我想说一点 就是说从目前来说 珠江三角洲的客源市场 对华南的这个母港城市还是最主要的 长江 长山脚也是对这个上海母港市场是最重要的市场 那个精英记 这个客源市场也是对天津市场最为重要 这个是也是中国国务院公布的 所谓的这个几个国家级的城市群 但国家级的城市群还包括另外两个城市群 这就是内地的 一个是长江中游地区的一个城市群 是国家级的 还有就是成都和重庆成郁这个城市群 所以我们这个发展的策略是一个平衡的 当然是在历史的进程当中是有先后的 我想请问一下 我听说RCCL会推出更多的这种7万 甚至8万9万的货线 您认为现在中国的市场已经达到 发展到这个程度 就是这个游客能够接受这种产品 然后大致这些产品的分布 会选择不同的进去 对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 就是游轮首先它是本身就是目的地 它并不是交通运出工具 这个游轮旅行的包船 它跟包机性质是应该不一样 包机的话 它就是把客人运过去 然后那边来做购物 对吗 那个游轮的话 它本身船上就是目的地 但是呢 无用会言 这个目的地也很重要 那个过去几年当中 游轮的目的地呢 是以日韩的短途航线为主 那么造成这样一个问题的 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呢 中国游轮市场比较 比较的这个新 那么客人都是第一次坐游轮 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愿意坐一个非常长的游轮 他愿意体验一下 试一下 所以这个New to Cruise 是短途航线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么第二方面的原因呢 也有就是说 这个行业方面的原因 就是说 在这个短途航线里面呢 就是说 可以推出一些 这个以购物为主的 这样一些行程 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 消费者 这个一方面对 这个日韩的短途的经典航线 是有兴趣以外呢 消费者 对更长的一些航线 更多的目的 他们也是有兴趣的 短的航线有什么问题呢 第一呢 消费者不能在船上 充分体验 游轮的那些feature 你午晚就下去了 你连回房间那条路 还没没收呢 你别说 要把船上的东西都玩过来 所有的餐馆都吃过来 所以稍微长一些航线 那么对这个家庭客户 和对这个 对这个长者客户呢 客人呢 都是有 有这个吸引力 第二点呢 就是说 长了这个航线以后呢 它可以遍及到更多的目的地 除了这个经典的短途的那些目的地以外 这个日本和韩国的目的地以外呢 它还可以去到一些 人们更喜欢去的一些地方 比方说 那个俄罗斯的海生碗啊 北海道啊 那个中京啊 大阪啊 京都啊 那个神户啊 那个等等等等 那个马尼拉 这个长滩岛啊 所以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这个目的地的丰富呢 也会更加增大这个游轮这个美誉度 当然游轮的美誉度 我们千万不要看得去 它就是个交通运动工具 这点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 我们要教育消费者 那么这几年来 这个大家的观念也越来越强了 游轮本身的目的地也越来越强了 那么但是呢 毫无疑问呢 这个岸上游的这个体验 我们是也是要提高的 这是要提高 那么所以呢 能去一些更多的 有选择的目的地 然后在这些目的地 不管是短途的目的地 还是长途的目的地 我们要做少岸上游的这个体验 购物毫无疑问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但是呢 我们要在购物的内容以外 要做些更好的 推出一些产品 所以我们明年推出这个产品 包括今年已经在开始推的 那个除了那个购物团以外 我们有很好的这个精品油 还有这个高端定制的定制油 这些产品 我觉得我会 会适应不同的这个客户 所以这是我们今年 2018年这个航线发布的 一个新的一个亮点 也就是皇家加大比 继续在游轮的硬件方面 保持一个核心的竞争优势的同时 我们在航线方面 我们推出的长航线 这个七晚和八晚的长航线 能够去到像东京 大阪 神户 京都 这样一些地方 我们同时开辟了 马尼拉 长滩岛 这样一些航线 让游客有更多的选择 所以总而言之 就是这个行业 就像我前不久 在Triple Weekly的Forum 讲过一件事情 这是一个金字塔 金字塔最最基本的城市需求 就是满足我们消费者的需求 如果他们消费者的需求满足了 我们所有的其他的城市的需求 都可以满足了 你说的非常对 博士请在这边 环境加勒比就是这几年 就是说过去的七八年里面 为什么它能成为一个成长 最为迅速的一个品牌 而且是消费者的知名度和美意度 都是遥遥领先的一个品牌 就是关键它是有些核心的优势 核心优势之一 就是我们在产品方面 保持一个这个Edge competitive edge 就是一个非常强的这个优势 产品的优势 那么这个优势呢 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呢 我们都是几乎是 非常频繁的 推出大船 推出新船 这个实际上是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成功的一个产品的策略 那么2017年 是我们第一年 我们没有一个新的一个船 直接推出 当然我们在船上 在中国运营的这个 量子号和占领号 仍旧是最好的这个硬件 那么我们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新船的一个推出 那么但是呢 这不表明我们放弃了这个产品创新这个努力 事实上在产品创新方面 我们今年的一个努力的核心的 这两个内容 一个就是说 是我们的套房 皇家套房的这个服务 另外一个就是 大董的这个创意料理 那么为什么要抓这两点 因为这两点呢 就是说特别是符合亚洲的客人 和中国的客人 中国的客人呢 是非常注重这个VIP的服务 随密的服务 快速通道 那么皇家的套房呢 在量子和占领 本来也有非常好的美誉度 我们的这个套房 富士套房 被称为是海上豪宅 对吧 那比就是说 这个海上偷等舱 要想量多了 那本来就是美誉度非常高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 从这个登船 这个到船上 这个下船 岸上游 还有船上娱乐的这个节目的预定 餐饮这个定制 任何的 还有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专属的休息区 我们推出了一整套的 一个升级的服务 这对皇家套房 做的升级的服务 这是我们今年产品创新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所以 这个大家特别需要 请大家去关注的 就是说我们在 开辟的一个叫阳光府邸 一个室内 一个 这个休息的一个区域 在那边可以用餐 可以这个 可以用用饮料 可以休息 那个是是非常 这个感受非常好的一个区域 叫阳光府邸 那么加上我们的海上套房 这个这个皇家套房 海上豪宅 再加上一系列的 这个定制的 私密的快速通道服务 那么他会把我们 这个整个客户的体验 提高上去 特别是那个套房客人 因为皇家客人的这个 整体的这个收入水准 还是比较高 至于客人对这方面的服务 的要求特别高 所以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中国人非常讲究吃 对吧 那么我们 我们今年就是 特别是在那个 这个我们在 我们的创业料理 Wonderland的这个地方 就是先进房里面 我们跟大董合作 推出这个大董的 大董的创业料理 不仅是把北京考鞋 搬上这个船 对吗 当然大董的北京考鞋 它是 它是 比全体的考鞋 做得更好的一个东西 对吧 但是全体 这个大董的这个菜 这个菜系 它实际上代表了 中国餐饮界的 一个新的方向 你看这个餐饮品牌 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中国的餐饮品牌的 生命周期是非常短的 大董生命力非常强 就是他不断地 持续地创新 我前不久 刚刚应邀大董 请我去参加了 他们的春季品宴会 他每一个季节 都推出新品 他每年都推出新品 他的餐牌 厚厚的一打 是吗 所以呢 我们觉得 这个跟我们非常契合 所以把这个引上去 就是为了 就是说 在餐饮方面 进一步提升 大家的这个体验 和满意度 所以今年产品的创新 我们是侧重在 这个两个方面 一个是 VIP客人的服务 一个就是 餐饮的升级方面 这是我们的 产品的创新 来 2016年 航季 过2017年即将到来 2015年之后 这两年 它的销售情况 有什么变化 比20年一样 这件好吗 坦率地说 2015年年底 到整个的 2016年期间 那个市场上的 这个 出现了一些 困难的情况 相对来说 前面八年来说 这个 这个旅行商 在销售的时候 是有出现了 一些市场的困难 那么 这个在我们看来呢 这是 这个在整个 这个发展过程中 它不可避免 会出现的一个 所有的 这个市场 都是周期性的 这个波动性的 一个增长 那么 但是我们 我们今天的 新闻发布会 我们想传达了 一个重要的信息 我们认为 中国游轮市场 现在到了一个 关键的发展时期 我们也看到 一些有些游轮公司 在放慢 进入中国的 这个步伐 甚至有的公司 在考虑在退出 对吗 那么 我们认为 中国这个市场的潜力 是非常巨大 中国这个市场 目前出现了 一些战时困难 很大程度上 是跟我们 分销渠道的瓶颈 是有关系的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中国市场 能够可以 长足的进步 中国的游轮市场 发展在刚刚开始 那么在这样一个 历史的关键时期 此刻 黄家加勒比 今天的新闻发布 包括我们2017年的产品升级 包括我们2018年的 新的航线的发布 包括我们2019年的战略举措 你都可以看到 黄家加勒比 对这个市场的信念 是持久的 我们战略是前后一致的 然后我们可以证明 我们是我们旅行社合作伙伴 旅行社的最好的 这个合作伙伴 是可靠 长期可以可靠的伙伴 所以今天 今天就说 在2018年的航线上面 大家 你看到我们 看到我们 引领行业的一个地方 我们果断地推出 一些长的航线 我们知道长的航线 不好卖 对吗 不好卖不是消费者不喜欢 而是这个旅行社的行业 它对短度的航线的 这个购物的返佣 更加感兴趣 对吗 它并不完全代表 消费者的喜好 但是这个市场 要做起来 要持续发展下去 你就要满意 要解决客人 在岸上游的满意度 对吗 所以我们是 坚定不移 推出这样一些新品 新的这个航线 和这个目的地 然后在2019年 对吗 这个 我可以宣布这个东西 现在对吗 可以说吗 对吗 2019年 我们有一个重大的举措 今天要在这些 我现在先跟大家披露一下 就是说 皇家加勒比 正在设计制造 超量子系列 就大家知道量子系列 在15年16年进入中国 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被称之为中国 邮轮行业一个里程碑 因为它是一个量子的飞跃 那么 然后量子 超量子系列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 设计制造 并于将于2019年下水 然后会来到中国 这件事情 它在设计制造过程中 它凝聚了皇家加勒比 在过去八年里面 对产品优化 这个实践的一个经验和知识的积累 我们把这些经验和知识 融入到这个船舶的设计方面 这个设计和制造 是对国际游轮新造船的国际水准 又一次发起了一次冲击 我们相信超量子系列 在2019年在中国的部署 将在中国市场又出现一次新的一个量子飞跃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是 在17年18年19年 我们做的这些事情都在表明 我们都在引领这个行业 是行业的领导的 这个者的这样一个地位 这个系列的具体的细节 它的这个船的名字 它的总等位 它的其他的 它跟量子相比 有些什么样的新的东西 我们到合适的时候 我们都会宣布 但是我想讲几句话 你们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 就是说因为我参与了 我和我的中国团队参与了 这个超量子系列的这个设计 OK 这条船我讲几句话 第一 刚才讲过的 是凝聚了我们多年在中国市场 这个进行产品优化的实践 所积累的经验和知识 是对国际 这个新造 游轮新造船的国际水准的发起的又一次冲击 它必将在中国的游轮行业 出现一次新的量子飞跃 就像我们在15年16年引起的这次飞跃一样 它表明了皇家加勒比对这个市场的持久的信念和决心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这件事情表明了皇家加勒比是旅行社最可靠 长期的活着伙伴 是我们在和旅行的一起 我们在引领这个行业的未来 谢谢各位 拍摄 你们有多少曼盘要来过来的 那个收身的 好行 你们当时愿意自己来 我们大家自己高兴来 是不是 来来 你们两个过来 好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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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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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会,他一个人拿到这个头脉上,所以你拿两个吧,让他拿。 我已经变暗多了,先对一下。 我的还好,我是把这个方案了。 但是就是两个收身的,你站在那个时候。 收身的是不能动的。 对啊,他自己抓你。 那我没有说,你说怎么办? 就是有点暗了,暗了,我给你爆点。 你们也稍微太多了一点吧? 多多少吗? 你是哪家的?这是人家要收身的。 这是我的,我是你拿的,这个你拿的。 可以,对,没问题。 如果这么多,要已经arı溜中,跟着一点。 那但 pendant dimin 맞아요。 你看啊,褚�蚓就拿着,没有但是将 глаза来在这个手上。 因为她给了两个就РИ 다乱丰好像在这里, 也不可以的 AntATEFRED本身然后上试。 próprio老板在kiberg有一个幻子的体制的 users. 那它只能准备是受人的就这么多感受的。 没问题开讨人知道3个人! 这只能说のкрет一对不转的70时候。 由她收身的压度来看到这种儿的水型。 2.三种这些 1种 对白平衡这件事情 是一定要做的 你试试看 如果他举不了 我们就帮你们拿 不会帮你们挡住牌子 一定是老生的 这个你们放心 没事 挡了我们会自己 对对 你们反正如果看不行 你们自己冲上来 我们都可以了 那个待会人来的时候 我们摄影师先拍一张照片 我们稍等个30秒就好 好吧 不好意思啊大家 他拍完我们就赶紧就上 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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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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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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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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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 字幕志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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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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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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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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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